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utao 我现在来到了松山区的 海虾虾火锅丼饭吃到饱 他这间我是觉得他还蛮特别的 而且我今天会来这边是因为有个观众 每次我只要提到有关火锅吃到饱餐厅 它都会留这间 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吃看 嗨虾虾吃到饱 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调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熟食跟生鱼片的话就用单点 肉的话整盘拿就可以了 好谢谢你 好啦OK啦各位 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啦 今天它这边的收费方式是 我们吃一餐是799元加10%的服务费 好了那我们拿去拿点菜 要点东西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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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你点吗 好 好 好 謝謝 喔 謝謝你 我已經拿好東西了啦 它這邊除了生魚片跟壽司之外 它所有東西全都是用自助拿取的 所以我剛剛先拿了一點點的海鮮還有肉類 那我們開動吧 我們先來喝喝看麻辣湯的味道 口味很重喔 這口味非常的重 看來我們今天可以直接把這些海鮮全部丟下去了 OK 各位 那我們在等火鍋做好之前 我們剛剛點的天婦羅 還有炸魚下巴鮭魚都來了 魚下巴 我是感覺到它這個魚下巴是新鮮的啊 但這個下巴吃起來它沒有什麼肉耶 幾乎全都是骨頭啊 炸鮭魚 怎麼感覺它的炸魚都炸得有點太過於乾柴了 哦 各位這個天婦羅吃到滿滿的鮮味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火鍋應該也差不多了啦 我是想說我們先用這些海鮮開開胃 再吃它的現場肉類啊 那這個時候剛好我們另外一盤海鮮也可以下去了 那這個時候剛好我們另外一盤海鮮也可以下去了 我剛剛拿這個多利魚啊 我剛剛拿這個多利魚啊 咬下去棉樓細緻的口感 吃起來好舒服啊 嗯 接下來試試看 天使紅蝦 怎麼好像糊糊的呢 爛耶 嗯 算說它的保鮮品質我覺得算是還不錯啦 整體剝起來不會到那麼的爛 而且像我吃到這隻蝦子品質算是有點微Q彈耶 不錯耶 接下來輪到炒蝦 接下來輪到炒蝦 它這個湯頭我覺得它給的非常有誠意啊 整體來說味道非常的濃郁啊 蝦子吃起來整體來說是有嚼勁的呢 就這樣嘛 都不覺得不行 你這個湯頭 有眼淚嗎 就那個湯頭 我不要去看 我還是要去看 就這樣嘛 我還是要去看 就這樣嗎 我還是要去看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好把這個給不辣丟下去讓它慢慢煮喔 那今天來到這邊我看到它的食材啊 它這邊現場竟然會有這種酒孔耶 雖然吃起來有那麼一點點的腥味啦 不過我覺得它的腥味來源是來自於這個 酒孔旁邊這個小袋子 吃之前我覺得還是拿掉會比較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會拿掉嗎 拿掉之後整體的腥味就消失一大半耶還不錯耶 我繼續來吃吃反一杯 這個 我覺得來到一個陌生的餐廳啊 你可以吃到你喜歡的食材 而且它又給你很濃郁的湯頭體驗 我覺得來說很舒服耶 我們接著可以吃吃看剛剛迷路很久的雕魚片 這個雕魚片就是很經典的菜市場雕魚片啊 表現非常的棒耶 算說這個小卷的麥香不太好 可是咬下去的時候它噴出了滿滿的鮮味 那最後螃�蟹吃起來 哇 這個螃蟹看起來好肥喔 哇 天啊 它這螃蟹吸滿了滿滿的麻辣湯 咬下去我嘴巴整個都麻起來了 你們看一下 整個螃蟹剝開來 裡面都是紅通通的辣油耶 而且它今天它這個辣油喔 我覺得它是辣的很有程度啊 如果你們不敢吃辣的話 我怕你們一吃應該會 飛起來啦 這家火鍋店它有另外一家分店 主要是在做丼飯生魚片的項目 可是我們今天來吃這個火鍋 就可以吃到它另外一家店的特色 我還蠻期待的耶 還記得上次全國大飯店那一次嗎 我們因為芥末事情 被一堆酸民泡到翻了 不然我們就試試看吧 不然我們再吃一個只沾醬油生魚片看看 然後 嗯我是覺得啦 如果不要沾芥末的話 更能吃到這個魚的鮮味 不過今天我們這樣清淡清淡吃 表現也不錯耶 那你吃吃看這個 醃汁蝦 好新鮮喔 整體來說蝦子的甜味 就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那我們再來吃另外一種鮪魚生魚片 好新鮪魚 那這邊有炙燒其餘 好新鮪魚 整體來說好新鮮喔 鮭魚生魚片 不沾芥末生魚片其實還不錯呢 TACO 好啦各位吃完生魚片了 我不該把剛剛的雞蛋蛋拿起來 對 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好好說呢 喔這個濃郁的香氣 感覺我腦門不要狠狠地垂了一圈 今天這個火鍋湯頭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煮這種 脹氣類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蒜糯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蒜糯的部分 沒錯這個嚼勁還有這個燒味 它這邊竟然有這種肥滋滋的羊肉片耶 我們等肉片熟之前來吃這一塊 鴨血 在咀嚼過程中它毛細孔透出來的辣油 我覺得非常恰到好處 然後就覺得很香 它後面這一盤羊肉也更加偶硬下去了 那後面這一盤羊肉也更加偶硬下去了 在咀嚼的羊肉也更加偶硬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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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吃吃看这个培根牛 感觉起来这个肉质有那么一点点的干硬啊 不然我们等下算成大概有点粉红粉红感觉看看 我们等下来吃看 感觉好像有没有比较好 接下来这个是取花牛吧 我觉得它这个肉算七分熟 整体来说吃起来还蛮软嫩的耶 那接下来试试看五分熟 各位啊这个肉算成五分熟 它整体来说口感更加滑嫩耶 嗯 MING BING NIN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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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我覺得它這個肉吃起來應該是板劍牛的部位才對 這個肉片的香氣還有它的口感十分熟悉 那最後再算個五分熟的吃吃看 那這一盤的東西我們吃完了,我們再去拿點什麼東西來吃吧 我們來買一個香糖,也要把肉吃起來 先放下來,也要加點肉 也要加一點點火 我們來買一個香糖的水 我們在這裡的身材 也要加點火 我們在這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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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炒上水 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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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OK啦各位 我們第二輪我拿了一盤 蔥花 我們來煮一下好吃的蔥花火鍋吧 還有說他這邊現場啊 這沒有想到說我們吃到後面 他的冰箱裡才出現了扇貝耶 想到今天這邊能遇見他 這個火鍋看起來好豐盛喔 OK啊肉殼分離了啊 這邊我有拿了一盤給布辣還有其他的海鮮 好不好一樣直接全部下去吧 剛剛我還有點了一份泡菜呢 這是很經典的商用泡菜耶 酸酸脆脆的非常開胃啊 要準備整理了喔 謝謝 好了各位剛剛店員提醒我他們準備要收拾了 我只剩半小時用餐時間 那我覺得我再去拿一下什麼東西 我們邊吃邊煮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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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啊 來吧 來吧 吧 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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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我剛剛又去拿一些扇貝了 今天這樣的用餐時間兩個小時半 我覺得以一般的人來說 各位來吃應該是夠了吧 OK,那這邊旁邊吼,我有跟他加點的鴨血還有酸菜 我們來煮酸菜鴨血鍋吧 來吧,三杯們全部下去吧 那接下來好好享用,剛剛煮好的美食了啦 魷魚 這個魷魚的肉質好脆喔 還有這種大蒜貝 各位,這個味道真的好鮮美喔 有一種綿綿的感覺啊 是很舒服的口感 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扇貝每一顆都是這麼肥啊 我覺得這整體來說是非常有誠意的耶 一盤,給補啦 喔,我的天啊 各位,我終於了解觀眾為什麼他這麼推薦我這一家了 他這家用餐環境 他這背景播放著日本動漫的輕音樂 對,還有他不會讓我們拼到又在吃上警告 嗯,嗯 他現在是很出改了 他就一直去見面 請你去見面 今天連他的蛋菜吃起來都是新鮮的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等一下我们把旁边这几颗扇贝都涮下去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了 来吧各位 酸菜鸭鞋 给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酸菜是腌过的酸白菜的 整体吃起来是非常的清爽 来一次吃四颗扇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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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君 好了各位 東西都吃完了 那等一下我們結帳之後 去外面做結尾吧 最深厚的是 基隆河 還有原山大飯店 今天是8月30號禮拜一 能坐在這裡享受的夏季午後微風 我覺得毫不愜意啊 今天這家火鍋店 我們吃完了之後 老闆跟我講 他們準備要關門大集了 不過我們今天吃一餐 799元加10% 故意的喔 我覺得以今天的所有食材表現來說 我覺得這個價格很合理耶 我們之前吃大概300到500左右的火鍋 吃到了吧 好像有很多東西可以尿 但是今天吃到這家火鍋店 我覺得 它雖然食材可能 並沒有那麼那麼多樣 也沒有那麼華麗的感覺 可是它每樣食材 我覺得它表現都是 中高等級的食材 你說裡面的東西有沒有難吃的 有可能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些食材 可是 以我什麼都不挑的狀況下 我覺得 這些東西很OK啦 雖然說今天這個價格 對於一般家庭 你可能出來吃一餐 大概4個人 就要3200了 也許輪有更好的選擇 但是對我來說 我是個火鍋滷味控 我光吃到今天這濃郁的麻辣湯頭 還有它現場海鮮類 我就很滿意了 好了各位 那看到這裡 如果今天吃一餐要800多元 不管是平日或是假日的午晚餐 全都是一樣的這個價格 你會想要來這邊吃嗎 好啦 那各位 我等一下準備去後面激龍河釣魚了啦 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蝦土豆頻道會員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